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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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着猪蹄 骑着毛驴 吃与玩这两种被中国人理解为人之天性的俗事 在他这里合为一体 毛驴随着他的节奏再舞而行 他从胸腔里磅礴而出的穿锯高腔 发出了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的悠悠长谈 这位望我放歌 颇有未尽民事之风的老人 在后世被誉为川剧川菜岛园人 他就是戏宴一生 至死方休的清代文豪 李宗盛 是一个被长辈宠坏了的顽皮天才 他出生于一门寺近时 书指三汉林的书香世家 五岁就熟读四书 尔雅 从小就喜欢听戏探班 而且有一个远近文明的绝活 对对子 蜘蛛游往 南罗去 蚯蚓无林 欲变龙 加血熏陶 使李条元的才华得以极大的发挥 此后 李条元顺风顺水 官场得意 并以轻正连结之名飞升官场 这样的人生经历 身上带上一点浮躁之气 实处情理之中 然而李条元万万没有想到 他骨子里读书人的傲骨雄心 渐渐变得心灰意冷 正是被反对者以浮躁为理由 向皇帝弹劾他开始的 李条元何是浮躁啊 这 过于逞能 虽然那一次大清帝国的皇帝一笑了之 但李条元的仕途从此出现了危机 清乾隆四十七年 李条元因为得罪权贵 被发挥原籍 削之为民 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官场变故 给了李条元寄清山水 教化香子 演得人生的心灵骑士 李条元且狂且醉地吟唱在金牛古道之上 纵情与雷水溺水之间 从天才少年到广东学政 从朝廷论官到一介草民 此时 这个五十一岁的老人 在故乡夺江的心境 该是何种的波澜壮阔呢 李条元的精神世界 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打开的 治国平天下的宏土大略 化成了高腔弹系 忧果忧民的书生意气 碰入了美味真心 归先之后的李条元 放下了 放开了 成为了一个大玩家和大吃货 李条元会玩 他作戏班写剧本 编著了《语村曲画》和《语村剧画》 两部戏剧理论作品 这与李条元在京城结交的挚友 四川名林魏长生关系重大 魏长生排行第三 当时人称魏三 近日金师黎元以川淡为幽人 己不知有孤苏仪 以魏三为代表的属灵所演的戏剧 一时蜂蜜精华 这是四川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一个巅峰时期 那时的王公贵族 如果不认识魏三 就会被人嘲笑没有见过世面 李条元虽比魏三大11岁 但绵州同乡性情相投 很快成为至交 而与魏三这个琴腔明觉 相知相交的经历 奠定了李条元将当时的高枪 弹系 胡琴 昆枪 和灯系融合改良的基础 李条元更改变川剧弹系四大本 春秋配 梅降血 花田错 苦结传 并著书立论 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吹枪 琴枪 二黄枪 女儿枪的分布情况 对易阳枪 高枪的发展脉络 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不但如此 李条元还自己创作剧本 他的剧本一直流传到今天 我这个地方就是收藏了一个 这个苦结传的席单 苦结传它也叫妇虏转 这个席单是57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重庆市川剧园 到上海公园的席单 也就是说六十多年以前 就是李条元的这个妇虏转 就已经在全国非常知名了 妇虏转改变以后 不单在我们国内公园 而且在很多东欧国家 进行这个巡回展演 比如说这个杰克斯罗法克 比如说这个民族得轨 比如说波兰 所以这个质量就非常珍贵 春秋培 美江鞋 花铁铁 枯节传 九十六川纸巾 筷子人口的川剧十大碳系 因为李条元的贡献 川剧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重 学界认为李条元是川帮子的导引人 在吃方面 李条元将父亲李化南在江南做官时收集的江浙一带的烹饪资料 加以整理并勘印成书 他融入了自己作为吃货二代的心得 把自己在广东 京都 新疆等地了解到的烹饪方法互为参考 共计在菜肴39种 酿酒调味品24种 糕点小吃24种 腌渍食品25种 及食品饱藏方法5种 这其中甚至还收录了西洋的蒸糕法 这是中国最早关于西式蛋糕制作法的记载 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饮食非戏骨 饮食是大事情 我们从古到今都提倡明以食为天 它换了一种说法 但是仍然是这种文化的一种传承 所以我认为它在对于饮食理论的建树 川菜文化的传承方面 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 李条元在整个川菜的发展中 尤其是在它最关键的成熟定型 和近现代川菜的发展过程中 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 这波四川有史以来的第一本饮食菜要专注 李条元以从小居住的院子为他命名 叫做醒源路 李条元在醒源路的序中写道 写此序 提起笔就像到在醒源填射的一幕 我紧跟在父亲的身后 手捧灌气和酒杯 用额颜月色伺候我爷爷奶奶时的情景 每一几次 我已经情不自禁泪如雨下 食物对于李条元而言 包含了对人伦的深厚情感 早已经超越了口腹之欲本身 这也是他提倡吃自然平常的菜书 反对采用怪异食材的原因 五亿钻 畅长针 这不正好与现代健康饮食观念 不谋而合吗 我们洛江食物化再现我们新源栏里面的菜品 也是通过我们洛江本地最有贴色的我们自己的一些食材 比如就像我们的鲑鱼 我们的花椒 比如我们调圆的烧鱼饭 再加上我们制制的我们的泡菜 我们的酱料 各种调味品 然后呢通过新源栏的椎语法 包括就是它的假火烧肉 以及包括就是我们平常 就是天间地头 山林野外 一方水土 一方人 当地失灵的这些食材 然后通过新源栏 我们通过我们的骨发 然后进一步的呢 把这些产品把它发现出来 然后呢形成条约 唱真言 新源栏出版时间为 乾隆47年 正值清代中业 对四川餐馆 家庭烹饪 学习外地外遇的烹饪技艺 对川菜 吸收外来烹饪文化 发展自己 具有奠基作用 直到现在 四川这个内陆省份 烹调厌尺暴 遭醉鱼虾海产 都还能见到 新源栏书中 所载方法的影子 新源栏的诞生 不但是流行于四川的各路菜式 慢慢融合并本地化 而且促成了中国川菜 一大菜系的形成 因此 李条人和川剧川菜 连接在了一起 成为了影响四川生活方式的 传奇式人物 在热闹的场合 人们还能时不时看见 李条远的身影 他太热爱这种自由的生活了 相传 就连他的毛驴 因为耳濡漠然 都已通晓了川剧节奏 只要气乐响起 他就会提踏节拍 再歌再舞 这是怎样的快意人生啊 请嘉庆七年 六十九岁的李条远 看了最后一眼 行人窗外的风景 慢慢合上了自己的人生剧本 这位百科全书师的四川文豪 留下的天地古今 一戏场的人生思考 却没有停止 时代的戏言还将继续 不会散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